你穿nice很有的嗎? 那你就是穿那個 不然阿亮穿這一件,這一件比較大 你衣服換一下 阿亮比較胖嗎? 阿亮是正常 那是什麼鬼? 怎麼沒有聲音? 他膽怯了 你輸後面的就對了 我剛剛看他玩 嗯,許大型 許大型 憲哥 他穿一補了 憲哥,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嗎? 我也是 這版本 也沒有人看到,對啊 卡到的臉色 我不想要用小人去 小人,像我們有跟你講嗎? 他說 好啊 現在是第一次看到,他有一個多月的海盜 然後洗澡出來,就變成多久 然後看著現狀 他已經有一個收檔 很清楚 要要開什麼? 送匯子 感覺好像退伍了 欸,他剛說在一樓等我們 他剛跟他講一下 他後面要出來 然後你是文字資料嗎? 對,有文字嗎? 還有文圈 還有文圈 然後還有一個 放在上面 喔,好 好,OK 欸,因為我們有人耶 我們有人耶 所以你就不用再說 給我看 好啦 昨天不是啦 那不是你們拿過來的 對啊 你就是軍營 嗯 你就是軍營 他有嗎? 好 那你是從所有的那個 哦 是從所有的葉子做的 所有的葉子做的 對他有 對他有 借來的 借來的 對,就 就有認識那種 玩這遊戲的玩家 嗯 嗯 聽說你們這次有做很 爆破場面齁 對,也有 對齁 等一下我們預告片裡面可以看得到 沒關係 那個我到時候 影像的話 我是用你們DVD 喔,直接轉開我們的系統 這樣 比較不會失真啊 昨天有哪裡 對對對 欸,昨天是你嘛 昨天我 外面來了 哦,好好好 那我們先做訪問 先做訪問 等一下到外面 等一下到外面 可不要適合適 適合適 好了齁 我們來講一下就是你們這次的 作品的內容 都要是呈現一些什麼 什麼樣的內容 讓你表達的意義是什麼 好,我們這次拍的是一部 有關於一戰爭為背景的劇情片 那基本上呢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畢業製作的作品 並不只是像 以前學生作品 就是拍一個普通的故事 可能是一般號 我們並不會很有感觸的故事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拍一個 就是讓觀眾 我們主要族群 大學生能夠有所感動的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 我們的助教 許敬奇呢 他是剛從大學畢業 就進入了戰場 然後他就是 就是再去回憶 以前大學 原來以前 世為理所當然的 那些生活 是這麼樣的珍貴 那我們是希望說 以這部片 能夠讓觀眾 有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說 去思考 原來我們現在 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 是這麼樣的珍貴 這樣子 因為你們的畢業製作 是選擇 用戰爭片的方式 來做呈現 是屬於 跟其他學生作品 比起來是蠻 屬於蠻另類的 那為什麼會選擇 用戰爭片的這種方式 來做呈現 其實是我們有 我們這合作團隊 其實我們已經合作了四年 那我們 組員裡面有 就是對於生存遊戲 非常有興趣的同學 然後他就是 這方面能夠提供我們一些技術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希望說 以我們特別有的專長 或是我們的興趣 就是 就加在我們的 把這個因素 加在我們的片子裡面 這樣子 然後就是做一個 有一些槍啊 然後就是做一個 不同的背景 就是 一戰爭片呈現 然後一出現 大家就覺得 這個背景就跟別人不太一樣 是希望呈現我們的特色 那再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你們在整個的製作過程當中 你說從前置後置 全部加起來大概搬到很多嗎 對對對 那你們就是整個 這拍攝的過程 到完成的這整個過程 就是一些幹部台 還是說你有 遇到一些什麼樣的壓力 跟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基本上 我們在拍攝的期間 因為我們是在 桃園機場附近 那時候 寒假是我們主要拍攝的時間 遇到 就是非常非常冷的寒流 對 那我們每天就是從天亮 拍到天黑 然後每天就是在那個 因為廢棄捲村裡面 沒有水沒有電 然後就是 沒有辦法像其他拍劇情片 就是望鮮亮 畫了很漂亮的妝 出去拍攝 那我們就是每天就是 在很髒的地方打滾 然後過很艱苦的生活 然後很冷很冷 就覺得 真的是人生印象非常深刻的 對 也是希望說 就是跟我們劇情一樣 就是去讓大家去思考 我們自己也思考到 就是我們珍惜我們平常所擁有的這樣 那你們這一次的這個畢業製作 幫我們講一下就是說 你們的團隊有多少人 然後花了多少時間 前後 花了多少時間製作 還有就是說 經費的部分的來源 我們這個劇組 我們叫做鄭路安團隊 那我們總共有12個人 那從 其實我們從4年級開始 就是大概前前後後 前置到後置 其實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就是準備從劇本開始 到最後後置結束這樣子 那經費總共花了14萬左右 那大部分 九成左右的經費 都是我們自己出資的 就是希望說 我們最後的畢業製作 可以是一個 讓自己留念的一個作品 這樣子 我在劇中飾演的主角 許俊齊 那 他就是在 可能在大學的時候 一直覺得一些生活的一些 他覺得很沒有什麼東西 都很理所當的 只是上了戰場之後 才發現其實那些都是很珍貴的 那在片場的話 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 遇到寒流 因為寒流那陣子真的是 天氣很冷 而且裡面 因為就是 為了不能曝光 然後裡面其實都沒有穿 然後就是只有穿戲服而已 那戲服已經是非常的高 他真的很冷 那 還有一些比較 比較 比較激烈的戲 然後會在地上打分 那些就 會比較幸福 那拍完這個作品 你覺得 給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 成就感 成就感 我覺得 這是我第一次的 第一次拍片 就是 對表演這一塊 那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拍出興趣 搞不好以後 從這方面去發展 有 就拍這部之後 然後有一個起步 就覺得比較有興趣 那從拍這部作品當中 除了說你們 呃 想要透過作品 呈現一些 呃 啟發給觀眾之外 那你自己有沒有從這 這部片的拍攝當中 學到一些什麼東西 嗯 這句組織是 還蠻專業 然後我覺得 在裡面 學到了 在表演這個領域 不管遇到了什麼問題 你都要想辦法去克服它 那隻很重 加油 5 4 3 3 3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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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5 5 6 6 6 好,OK,OK